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只有一个,这个人就是德赫亚,德赫亚要走,蔓廉想流,那么,长帮拍得怎么样了呢? 根据英国媒体的综合报道,德赫亚的虚约条件曝光,周星比肩桑切斯,并且球队的人员品配,必须达到争冠的水平。 桑切斯被称为英超打工皇帝,他的周星各向下起来,达到了五十万英镑,而他的表现,恐怕连十万英镑都不值。 这样的球员,拿着英超第一刀新,曼联阵中谁能服? 可以说,曼联球员要求长新的盖子,已经揭开了。 为了留住德赫亚,这一点,曼联不会犹豫,那么,下一个球员再要求长新了。 所以,耽误之急,得想怎么把三切斯送走了。 最为关键的,是后面一条,真怪,曼联目前的阵容,不具备真怪的水平吗? 听听艾扎尔是怎么说的,他说,曼联实在是太强了,切尔西只能争死。 目前的切尔西与曼联,谁强,连切尔西都只能去争夺前死,更何况曼联了? 我们来看一看目前曼联这些球员,你觉得,有几个人能够在曼联,切尔西,令悟普打伤主力,五个指头绝对能够输得过来,甚至还多了。 德赫亚的第二个条件,可以说间接地帮的穆里尼奥,他,可以在明年夏天的时候,来一番大清洗,从而打造自己想要的阵容。 不过,确定有个前提,那就是本赛季进入英超前四。 我们很难想象,如果曼联再次无缘,欧怪的话,穆里尼奥还会在主帅的位置胜呆着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